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七百八十五集 潘明月一一看着陆赵映给她介绍的东西 听她说着,似乎都能想象到她玩这些的样子 看完之后,潘明月注意到了角落里 还有一个木箱子 这箱子似乎是手工做的,盖子合上了 这箱子对潘明月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 她看向陆赵映,问道 那个箱子,我能看吗 一直很爽快的陆赵映,难得沉默了一下 我,看她这样子 潘明月刚想说她不看了 陆赵映又神色自如地走过去 你能看呀,不过你看完别后悔 她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箱子 笑眯眯地让潘明月来看 潘明月扬了扬眉走过去 箱子里很大 里面一排排整齐地放着一堆礼盒 第一排第一个是个粉色盒子 盒子上放着一个便签 一岁的明月 生日快乐 很开心认识你 两岁的明月 十六岁的明月 不要难过 十七岁的明月 想把全世界给你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十八岁的明月 从文转到理科 很辛苦吧 十九岁的明月 你好 潘明月看着这些礼盒 连呼吸都几乎放轻了 她眨了眨眼 准备多久了 陆赵颖不由自主地 摸出一盒烟来 没敢看潘明月 也没多久 自从去了特训营之后 陆赵颖已经很少抽烟了 潘明月没有说话 陆赵颖有些紧张 她往后靠了靠 手上捏着烟盒 嘴里叼着烟啸 本来就想着摆着自己看的 你看到了 就顺便看看 这些东西你喜不喜欢 她以为潘明月会当作没看到 毕竟她之前 也不是没有刻意地避开过她 刻意地避开 跟她讨论这个话题 承俊跟她说过 潘明月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她家人对她的影响太大了 她在脆弱的极点 也在坚强的极点 陆赵颖也很认真地 跟稽查院马路边的 那个流浪汉聊过 她不能确切地体会 潘明月的心情 平日里在她面前 小心翼翼地 都不敢提一句 通过流浪汉 平静的话语 聊起她的妻儿时 淡淡地笑 陆赵颖知道 这是她们一生 都消除不了的疤痕 潘明月心里建造的防线太高了 陆赵颖原本以为 她可能这辈子 都看不到潘明月 会有松动的迹象 然而 这次潘明月的反应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她猛然地回过味儿来 扔掉手中的烟盒 手掌直接抓住 潘明月的胳膊 目不转睛地看着潘明月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对潘明月起的心思 有可能是第一次 她平静地来到校医室 找她拿药的时候 也有可能 是她在街角 看到她蹲在地上 把头埋在膝盖里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的心思的时候 她愣了一下 就完全接受了 那个时候 秦燃让她帮忙照顾潘明月 她进水楼台 只是潘明月拒绝了 她给的圣诞礼物 陆赵颖提着李河 回去找她的时候 正好在小门口 看到潘明月跟风词 感情总有个先来后到 陆赵颖也知道 潘明月的性格 她确定了感情 没有人能够动摇 隔得很远 她能够看到潘明月的脸上 少有的笑意 她眼睛里只有风词 她在校医室里 抽了一晚上的烟 第二天 神色如常地 替秦燃力行问候 在多少人眼里 陆赵颖就是个顽固子弟 没心没肺 这么多年的保护色 几乎连她父母都骗过去了 但跟成俊在一起玩的 哪能真是个顽固子弟啊 她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 甚至骗过了她自己 把潘明月当作亲妹妹看待 她苦中作乐 不能做夫妻 兄妹也成 把潘明月当作秦燃那般看待 这样至少还能远远看到她 她还会信任地叫她一声陆大哥 周家人想要认潘明月做义女 陆赵颖也有过 让她母亲认她做干女儿 直到后来 潘明月跟风词分手 本来偶尔能看到潘明月 就很满足的陆赵颖 得寸进尺地想要更进一步 她知道自己不如风词 也不在游戏人间当一个顽固子弟 而是开始跟着成俊去医区 重新回到了特训营 陆母说得对 她陆赵颖比不上风词 也配不上满门中烈的潘家人 但陆赵颖不甘心 她抬起头来 一顺不顺地盯着潘明月 明月 你看我比起风词怎么样 正值夏季 收藏室空调刚打开 温度没下去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 能感受到陆赵颖手心的温度 有些无措地看着陆赵颖 想要往后退 陆赵颖就不给她这个机会 紧了进手腕 另一只手把烟拿下来 随手扔到了角落里 舔了舔唇 配做你男朋友吗 以往聊到这个话题 可能还不到这个话题的边缘 潘明月就会疏离地转开 这一次没有 气氛也不一样 想到这里 陆赵颖心跳越来越快 扶着潘明月手臂的手指 不由自主地往上移了移 潘明月刚想问她 知不知道她精神有时候会不正常 头顶就是一黑 等她反应过来 陆赵颖的唇 已经落在了她的唇上 她整个人僵在原地 大脑似乎瞬间失去了思考 房间很安静 半眼镇的门外 庸人在叙叙叨叨 然而 潘明月脑子嗡嗡的 也不知道庸人在说什么 整个脑子一片空白 连眼睛都有些模糊 看不清什么 陆赵颖有些紧张 她平时多拽的一个人呀 那群二世祖在她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此时却怂了 这股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过后 她就小心翼翼地看着潘明月 潘明月没有发怒 也没有要跟她打架的意思 只是把目光看响了那些礼物 我拆开看看吧 哦 你拆吧 陆赵颖摸不准她的意思 只是默默地蹲在她的身边 帮她拆礼物 一件一件 都是她精心选出来的 也有她亲手做的 与此同时 封慈大醉地 被林锦萱送回了封家 封楼城不在家 她正在跟封夫人 提过离婚协议的事 封夫人吵闹着没答应 之后封楼城就没回来过了 封夫人心底有些不安 此时看到封慈喝醉了回来 不由上前 让人给封慈倒茶 封慈啊 你没事吧 你今天不是去见明月吗 她怎么说啊 潘明月以前那么喜欢封慈 封夫人看在眼里的 封慈能低下身段找她 封夫人觉得她希望很大 迟到现在 双宁也不错 世上又不只是明月一个姑娘 妈再给你找一个 封慈去卫生间吐了酒 不见清醒 又不结婚 再找一个干妈 她显然不是开玩笑的 封夫人浪了一下 然后哭着开口 小子 是骂错了 明月她 明月她就这么铁势心肠吗 到初我不该逼她离开你 离开封家 可是 可是 她就是有精神病啊 住过一年的精神病院 还差点被人侮辱了 我 我怎么舍得让你跟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在一起吗 我就给她道歉 给她下跪 让她原谅你还不行吗 你说什么 封慈关了水龙头 回头一瞬不慎地看着封夫人 封夫人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 不要往后退一步 面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